雙三峰真人,一百歲大壽 張翠山夫婦才帶著兒子毛記 回武當山賀壽 我們去吧,一邊都要 快點,快點 來吧… 冰糖麩了 我要,給我一瓶吧 好 毛記,媽媽吃了 謝謝媽媽 乖 來吧,叫你不要下馬車 我以為這裡沒有當山腳不行 很難說,那些人是屠龍寶刀 什麼做不出來 爹,那些人為什麼要搶義父 屠龍刀 我說幾次,不可以立刻看義父的名字 知道嗎? 我下次不敢 你記住,有人問你 無論他怎樣逼你也好 你也不能說義父的下落,記得嗎? 我記得 爹說過,就算死也不能出賣朋友 不然就叫沒有義氣 那就乖了 我想師父看到你一定會很開心 師公說不兇的 你師公是泉武林中最好的好人 阿翔,陳妍,陳妍 陳妍,陳妍 是完冥鬼野兇,可以連人心臣 你快運高對抗吧 不然就好意給一位陳妍迷失理智 究竟是哪兒的高手,請現身 好,給他 全冥神章 報家 我想兩位是名鎮江湖的元寧義勞 張翠神, 如果你想拿回兒子 就要說出金無師王謝信躲在哪裡 不用妄想 如果我們用完美神槍 打在你的兒子身上, 你想想會怎樣 你試試 小孩子是無辜的 兩位前輩又何必為難這個小孩子呢 如果兩位向宮台貴手的話 武當派和明教會永敢大德 你現在用武當和明教來欺負我? 好, 就算那一百歲的老鬼張三豐來 我還沒怕 真的不怕 師父… 貧道張三豐, 懇請兩位放了小桃算 威震江湖的張三豐原來就是個胖子 真是見面不如聞名 沒錯… 貧道的名氣是江湖上的人給面作大姐 實在不算是甚麼 胖子, 如果你是怕我們的元寧神掌 就叫你的徒弟趕出謝信的下落 是的… 翠山, 那你就說吧 師父, 謝信是弟子的結拜而興 如果出賣他, 弟子就是不忠不義 對… 行走江湖, 怎可以不忠不義? 怎會結人? 兩位, 就給你一點面子吧 老鬼, 怕死你就走到一旁 要不然一百歲你就要受終正寢 頭好大氣都沒用 這個全家富貴 我打算今天一百歲 大家就不吵架了 誰知道你的臭丫頭是誰被我破戒 我打得你媽媽全都破壞了 師弟 你試試打個圖書吧 你打一拳, 我就打一百獎 相公, 原來你師父也是這麼不老 師父的一向就是聖如烈火 好, 一起放人 娘娘的濕頭皮也不敢出去固惑 一, 二, 三 我打了一拳, 二, 三 木記 木記 不要吧 母記 圓冥神掌 木記 你們快帶毛記上施林 不對,帶他上武當 我追他們兩個鋪骨,拿解藥 行了,放下去毛記會 因為經脈穿絕而死,滾 師兄,他怎樣 元冥神掌實在太厲害了 看來要等師傅拿到解藥才有辦法 那毛記他… 媽,我好痛 不用怕,毛記 這裡有幾顆冰糖葫蘆 如果你覺得痛,就死一顆甜蟹 這樣就不會痛了,知道嗎? 大師,什麼事? 少林空上有事求見張真人 那跟我來 小林遭逢千年來最大的浩劫 被魔教的人攻擊進去 除了我之外,沒有一行臉 有這回事? 維攻光明頂的六大牌高手 也被魔教的人捉了 張真人,小林遭逢千年來最大的浩劫 張真人,如果你不出面 整個武林就是魔教的天下 你起來吧 小林遭逢千年來最大的浩劫 你選擇他的之外的天下 售貝 我看討厭、馬上是個嚴重的力量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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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請說, 你竟然暗示我 不找個替死鬼, 也騙不了你 師公, 識時務者為俊傑 你這麼好武功 我向武當著道士浪費了 不如和我一樣, 歸信朝廷 共享榮華富貴比好 張三豐, 還認不得我們完美而老 原來武林中這幾十年來的恩養怨怨 都是朝廷一手搞出來的 對, 你說得沒錯 我們羽陽王想封你張真人為護國大法師 只要你肯為朝廷效力 武當上下就享盡榮華富貴 而你五個徒弟一律封為大將軍 撞我朝廷平亂黨 我張三豐這輩子甚麼都敢做 就是不敢做漢奸 張三豐, 今天你不歸信朝廷 就只有死路一條 不用怕, 我騙著癢而已 張三豐, 你還有多少血可以流 好, 我回師公 不要去送死, 等我來 田君大樂兒 師公 師公, 你沒事吧 武器, 你怎麼樣?師公 是警署的事就砍死我 我… 我…